大家好,又到了赵作评论法的时候 教授你好,早晨 你好,阿超辉老师,大家好,各位网友们 今天要讲讲特朗普 特朗普那件事我和教授说 教授说其实这件事不单止是他自己的问题 可能还有少少是牵涉及有关政治斗争的问题 你说他赔五百万,又说他做了一对女性不礼貌 我是这么说的事 这件事很奇怪,教授有什么看法 因为他说5月9日 那位女作家叫卡罗尔的 控告前总统特朗普 在90年代对他进行圣上的问题的案件 所以裁定特朗普涉及一个对女性不礼貌 硬来的罪,指控不成立 但是陪審团认为特朗普 盛侵卡罗尔身体遭受伤害是负有责任的 以及诽谤卡罗尔的指控成立 特朗普必须向卡罗尔赔偿五百万美元 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教授有什么看法呢? 大卫sir,我就会请各位网友们 你的粉丝们 看回我们上两集 说美国去对香港的施法指指点点 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陪審完这个问题 这个案子 我相信不需要我重复在大气电报里面说 大家可以看报纸 看大卫sir,其他的节目等等 香港01就说这个女士 说这个事情发生在1996年 或者是1995 不是1996,97,95等等 但是法国的世界部 Lamont就说 很明显地说明是1996年 很明显地说明是1996年 好了 就是喜欢去搞搞搞镇的人 都是一些侮辱女性 占便宜的人 更加另外一份报纸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就是美国当地 报纸是一份媒体 就是CNBC如果沒有記錯 就說 特別尼浦先生 曾經在一段時間公開宣稱 他作為一個 知名的 名人 那些女性明星 你拿他便宜 吃他豆腐是完全沒有問題 他們不敢反抗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我特別英俊 所以那些人就好像蜂擁 來生我的 陪審員 有了這樣的先日為主 的看法之後 他們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判他 一件案子 在這麼多年前 發生的 而這位女士 是在 當時沒有提出 但當然她的理由就是 很害怕 直到最近 她才會做這個動作出來 但是她的動作是在 2019年做出來的 因為她是一份知名的 應該是婦女雜誌的 一個主筆 或者是讚稿人 等等 但是從她說這件事情 發生的前程始末 我又會覺得 對阿特別離譜先生 有一個公平的看法 大家可以想像 你作為一個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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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公司 你跟那個男士進去一個更衣室 是專賣女性貼身東西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就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自己願意等等 好了 我想看過什麼問題 就是說 在上兩集 我們講的 有些批評說 不准陪審員 沒有陪審員制度 特別是那位 某廣大的某先生 在電台說的 是不是 或者是說 CECC就說 《國安法》是不准陪審員 大家看看 特別離譜先生這一班 就是說 在紐約法庭 認為他有罪的 雖然說他的 就是 霸和硬上弓 就不成立 但是他性侵成立 大家想回這件事情 用一個男性的想法 或者是女性的想法 其實 說那件事情不成立 又說他性侵成立 其實 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 同一件事情 好了 為什麼陪審員 願意去接受 一個女性走出來 指責 一個名人 大家不要誤會 我是同情 這個花花公子 我們以事論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你會覺得 這些陪審員 真的 有沒有盡到他們自己的責任 是不是他們已經先入為主 對這個案子 對這個被告人 是不是 那你又嘗試一下 想想這位女士 就是這個原告 是79歲的 對這個案子 好了 他在2019年才走出來 為什麼在2019年走出來 就是說 特別尼普先生 準備第二次連任 他走出來說話 所以特別尼普先生的 律師團 陪審員 很容易就在法庭上上訴 會成功的 所以呢 我不是生神仙 我也不是猜測 但是大家會覺得 如果我用這個方式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們在上兩集講的 其實陪審員 為什麼我們國安法 是不會有陪審員呢 就是避了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案子 特朗普這個案子 這是其一 第二 這個案子 在紐約法庭 這個是支持拜大總統 那個黨派的地區來的 也是上一次刑事法庭裏面 砌他有罪的地方來的 好了 我停一停 等一下時間 第一 我覺得 什麼證據都 煙滅了的了 你完全看不到 有沒有CCTV 有沒有 他自己也不確定 究竟是1995年 還是1996年 還是1997年 這個證人 即是他 即是這個控訴者 他的記憶 已經不清晰了 到底當時有沒有 有沒有第三個其他的證人 證明他真的有做過這樣的事 有沒有 就是白毛 然後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網絡上 就說 我根本不知道這位女子是誰 這位卡羅爾 就是民主黨的 大家知道特朗普是共和黨的 那也都卡羅爾曾經在時裝雜誌 就是擔任了一個專欄作家 那他又寫了回憶錄 那還有的時候民主黨都知道很討厭特朗普的了 那會不會在政治上都傷害他呢 特朗普就有這樣的懷疑 那這一點呢 我就覺得就很奇怪了 那他就說又指控特朗普呢 在他創立這個 《Truth Social》那個社交平台上 聲稱他是騙子是屬於誹謗的 那卡羅爾就以巨大的痛楚 和苦楚呢 持久的心理創傷呢 和私隱被侵犯為由 所以就尋求損害賠償 那剛才教授也說過 其實就是 那個強姦罪啊 和性侵罪啊 其實都是一樣的 沒什麼分別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是 可能嚴重性有分別 我不知道了 用詞上高 定義上高的問題 那我教授交給你 他要插嘴就是說 其實在法律上是有分別的 是 我剛才說沒有分別的原因呢 就是 因為這個女士起訴的是強姦罪 是 那些陪審員就說不成立 而是 判特朗普呢 是性侵 是 是不是好像陪審員在現場一樣 是嗎 你想想想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是 因為大家想回到網上 以至於強姦罪的定義 和性侵的定義 是兩個不同的定義來的 我免得 不要帶你電話上法律堂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陪審員 怎樣去界定 他不是強姦 只不過是性侵 因為這兩個是個很 有特別分別的指控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做呢 我就不明白了 我讀書少了 可以說 所以我去看 咦 是不是這個 這樣的陪審員 做事的方式 正正是 讓我們 特別是 何君堯議員 EPSA 用來問一下 CECC 當我們在聯合國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叫美國去解釋 就是說 你們自己怎麼看這些陪審員 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這些陪審員本身 為什麼在五眼聯盟的國家 其中一個澳洲會認為 已經是失去他們的作用 他們是先入為主的 剛才的案子就說 我剛才說 是誇張地去看 其實 特朗普的法律代表 他的電話律師 完全可以看 問陪審員 你們當時在場嗎 你要這麼清晰 你是不是自己都是律師 還是都是法官等等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背景 你不可以做陪審員 因為兩個是不同的 很清晰的刑事犯罪 我的意思是 強姦罪 和性侵是兩回事 所以呢 也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再去回到剛才我們說的 去回到大約束你說的 其實是一個真正的政治打壓 也都是回到我們頭的兩條片 這個政治的打壓 所以呢 特朗普就變成一個政治犯 就不是一個被法律公平審判的人 換句話說呢 這次對特朗普這個指控等等 其實是相當有用間接地 令我們提醒美國的議會 的國會 CCC 你做錯了事情 先講時間 這一點是 這一點是 CCC要想一想 還有 以前有陪審團 就是說 我想啦 我估計啦 就是不希望法官 以自己的觀感去看 但是的時候 我曾經聽聞 我不是法律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很多陪審團 審一個案件 是要對一個案件 就是 不太知道的 不准看外面的報紙 怎樣 評論 或者媒體怎樣評論 但是呢 你現在呢 就根本做不到了 因為 社交媒體 和手機 大行其道 大家可以看新聞 都知道 我隨便掃一掃也看到的 是不是 你陪審團 還有沒有必要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 客觀公平公正呢 似乎是比較難的 之後我想起 將來可能AI 可能可以幫忙 都不頂 是不是 但是這點呢 就可能未來的事了 所以 你用陪審團 這句話 我覺得很奇怪的 陪審團 大家聽到之前的節目 已經說了 尤其是特朗普 我覺得 只是一個不公不義 包括他的莊園 又被搜查這些 簡直是不公不義 拜登又沒有事 拜登也有 是吧 為什麼 因為他是美國總統 所以現在就不起訴他 所以拜登也很震 如果他下台 怎麼選呢 是不是輪到他呢 這個政治鬥爭 真是好搞事 美國千萬不要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在西方 尤其是美國的司法制度 真的很公平 是吧 始終都是變成一個 政治鬥爭的工具 是不是這樣 教授 何止是政治鬥爭 這麼簡單呢 大家可能會從另一個角度 我再講一個情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認為我的看法 對嗎 我們看到呢 今次 拜大總統所屬的政黨呢 是傾全力去支持拜大總統 即使他現在已經是年紀大過我一輪的人 都支持他 明年繼續連任 但是支持他連任的 是希望呢 他在同時 在這段掌權的時間呢 是把特朗普呢 不特別離譜的影響力支持的人 他有些支持他 他有些支持他 繼續下一屆 明年競選 競選進去做美國總統呢 這個 這樣的做法 希望打壓他下來的 換句話說呢 就是在特朗普 明年未出選之前 令到他身敗明裂 令到他的支持者呢 就個個個雞飛狗走 但是上一次的刑事那個檢控呢 又令到特朗普 本來有些走了的 粉絲又回頭了 我們再看一看 其實特朗普是一個 絕頂聰明的人 不要大家看他傻下傻下 因為如果我告訴大家 我的推測是什麼呢 就是說 特朗普本來呢 就是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真的想競選連任 但是去到後期呢 知道自己大勢已去 大勢何時已去呢 就是他搞不定新冠病毒 那就令到他的支持率呢 在某個程度之下呢 就被支持拜登的民主黨 那該自由黨呢 就 是 不應該是民主黨 不好意思 我翻譯了 他的民主黨就覺得呢 是支持拜登呢 特朗普 他那個共和黨就知道不見了 所以才有國會山莊事件 但是呢 特朗普是張錯就錯 為什麼呢 原因 如果特朗普 上一屆競選連任呢 那特朗普總共呢 就有八年的任期 對不對 沒錯 這次 他第二屆不連任 就是給拜登做四年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他再入選 那他又可以做八年的 有機會 有機會 那就是說呢 他以退為進 上次不可以競選連任之後 二零一四年 二零二四年 他再競選 繼續做下去 繼續 他認為美國 美國 那些選民會相信 他做到 令到美國更為大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做足四年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創 美國憲法 有憲法以來 可以連續做 幾年 四三一十二十二十二年 不是連續 中間又斷了四年 但是總共 他可以做十二年 中間有四年休息 對不對 而且這四年 未來2024到之後 那八年 是他可以為美國 再更加偉大的時候 是不是 所以 暫向支持拜登的民主黨來說 他們 有可能在2024年之後 就再次在野八年了 那所以問題就是 他們一定要全力支持拜登 那但是今次這個檢控 除了 令到特別離譜的司法團隊 有更加多的子彈 打轉頭之外 也都讓我們可以 用他這個案子 去回擊 反制美國議會 對CECC對香港的指指點點 給你們時間 這個絕對是的 但是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有關特朗普的這些案件 其實大家看得怎麼樣 看看他接下來 會不會做多八年 前後十二年 我想都破了紀錄的了 好啦 多謝教授 記得訂閱教授的頻道 還有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還有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